原标题,两幼童卡防护网身体寻空,邻居托取其半小时后获救。 9月26日上午,自共事赴顺县石道厢一小区发生惊险一幕,两名幼童头部被卡在二楼防护窗上,身体悬于空中,随时可能坠落。 险情发生后,周围数十名邻居迅速展开救援,多人爬上楼梯脱居,两名小孩近半个小时,由于救援及时,两名小孩获救后身体并无大碍。 9新视频,两名小孩被卡防护网,身体悬空。 26日晚,有热心网友给成都商报记者传来一段一分26秒的视频。 视频显示,两个小孩悬吊在二楼的窗户防护栏上,头被卡住,身体悬空不停晃动,马上有人拿来梯子,一名男子爬上梯子,用手托举两名小孩。 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围拢过来,有的拿梯子托举,有的在孩子下方签不单做成防护网兜,防止小孩坠落地面受伤,长面积惊险又感人。 9月27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事发地,富顺县石道香水东门街天苑小区,找到了目击者和参与营救小孩的几位邻居。 据最先发现小孩遇险的邻居孙明辉介绍,26日傍晚6时左右,他刚从地里劳动回来,打水在门口洗脚,突然听到头顶有小孩在哭喊叫奶奶。 孙明辉抬头一看,发现楼上邻居家的小孙子罗二娃,悬挂在窗户的防护网上,身子悬吊在空中,头被死死卡住。 在防护网上方,罗家的大孙子罗大娃,则一边喊奶奶,一边试图帮助弟弟。 家人赶回来,太紧张,却把钥匙拧断了。 孙明辉见状,马上跑进屋,叫醒正在睡觉的丈夫艳勇。 艳勇出门一看,发现防护网上已经挂着两个小孩,一前一后掉在窗户上,我担心两个小孩掉下来,就跑到下边,把双手摊开,准备接住他们。 艳勇告诉记者,他同时让老婆孙明辉返回家里,取出梯子,准备爬上去救孩子。 我正在里面干活,开得机器声音很大,女儿跑过来说有两个小孩掉在窗户上,让我去看。 水东门刚开门市的老板胡灵渝告诉记者,他看到两个小孩悬挂在防护网上后,马上跑过去施救,看见艳勇刚把梯子搬来。 胡灵渝各自比我高,而且我也没有穿衣服,就穿着短裤,所以我让他爬上去,拖住小孩。 艳勇告诉记者,两个孩子似乎想找到着力点,双腿不断乱瞪,罗大娃把弟弟的裤子都瞪掉了。 艳勇回家穿好衣服出来,看到已经有十几个邻居围过来帮忙。 在水东门做铝合金生意的胡适轮,胡国洞父子以及火车驾驶员张戴军也扛着梯子跑过来救人。 我刚爬上去,试图一只手举一个小孩,胡灵渝说,可是往上托举太费力气,两个小孩的重量让他无法承受,所以没举多久他就发现自己只能举一个。 就在胡灵渝支撑不住的时候,胡适轮也爬上另外一架梯子托举住了另外一个孩子。 就在大家手忙脚乱托举两个小孩的时候,孩子的爷爷奶奶文迅从地里跑回来,准备打开房门去把两个小孩取下,可是由于紧张,在开门的时候把钥匙面断了,门却没有打开。 打不开房门就意味着无法及时安全的把两个小孩从窗户的缝隙中揪下来,胡国栋和邻居们又赶紧跑回家,把自己的切割机抬到现场,准备切断栏杆救孩子,另一组人则和孩子的爷爷回家撞门,可是撞了半个多小时,门也没有撞开。 胡士伦,胡国栋父子又找来撬门的工具,枪行把锁撬开,才进屋里把孩子救下来。 据邻居们回忆,整个过程可能持续了四十多分钟,期间曾将孩子从防护网的缝隙当中推回到防护网的上方,可是没多久孩子又掉了下来,直到众人把房门撬开。 大人将孩子抱回屋里,险情才最终解除。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罗家的防护网,距离地面约有近五米高。 胡国栋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当时人们都比较着急,大家跑上跑下,比较混乱。 到了晚上,他才感觉到脚被疼,检查发现脚已经水肿,却想不起来是在食腰地方食腰时间伤到了脚。 不过,孩子平安就好,这点伤势小事情,不值得一提。 男朋友奶奶外出打牌,邻居当时在外面干活。 邻居们告诉记者,事发后就人现场的视频在网上传播。 有人说孩子的爷爷奶奶因为外出打打牌,把两个小孩锁在家里导致险情发生。 实际上根本不是这要回事情,孩子的爷爷奶奶是在外面干活,并不是打牌。 离开的时间也不长,邻居们说,希望大家不要造谣传谣。 对于孙子们出现的险情和众邻居的帮忙饮酒,孩子的奶奶并不愿意多说。 他只是告诉记者,这两个小孩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也离开没多久。 据罗奶奶介绍,两个孙子是亲兄弟,罗大娃四岁多,罗二娃三岁。 罗大娃说自己被吓到了,而且耳朵被卡得有点痛,罗二娃指着自己的头也说有点痛。 我们做这点是很小,很正常,不值得宣传,只是通过这件事,确实有必要提醒家长,孩子的安全大意不得。 邻居们告诉记者,来源成都商报。 责任编辑张玉